我叫仁安乐 我是来当太子妃的 你翱翔九天之痴 不该折在我的手里 灭我八万将士 还有灭我九族的人 正是汉家 他是汉燕 紫月 你是帝家后人 你就应该有当年帝家家 他死在严妇里的后悔 再说我仁安乐的聘礼 是三万水师 而他太子的嫁妆 却是整个大剑 我曾经对一名叫做 仁安乐的女子动过心 但我这一世 都会护着弟子渊 他太子的女子 我叫仁安乐 我是来当太子妃的 你翱翔九天之痴 不该折在我的手里 灭我八万将士 还有灭我九族的人 正是汉将 他 是汉业 紫月 你是帝家后人 你就应该有当年帝家家属 翻元赋鱼的货 再说我仁安乐的聘礼 是三万水师 而他太子的嫁妆 却是整个大劲 我曾经对一名叫做 仁安乐的女子动过心 但我这一世 都会护着弟子渊 我曾经对一名叫做 我曾经对一名叫做 我以前的野生 都会领卖 相反的货币 也就是我 我曾经对一名叫做 大当家救了我 于公于私 于公于私 我都敢说声谢谢 只是太子妃 我已有婚约 救命之恩 只说一句谢谢 太子殿下 你太会狂人了吧 他当家想要什么 我寒夜定即尽所能 大当家想要的是你这个人 行了 就这个 给我当屁礼吧 对不住 我早已说过 太子妃之位乃黄祖父为我亲定 非他不娶 非他不娶 哪怕我以三万损失作为聘礼 太子殿下也不动心 大当家心怀大义 助我大境驱除外贼 你有如此本领当为将才 若你愿意 我可以向朝廷许见你 太子殿下 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你家的官 我仁安乐就太子殿下我俩共度一夜 太子殿下以他的宝物作为聘礼 我以三万水师求取太子妃之为 太子殿下 多谢 一言九鼎 不可反悔 仁安乐 我何时答应你了 你答不答应不重要 重要的是已经人尽皆知了 狩猎眼哪儿 眼见了仁安乐 一人一马 笑夜如花 直奔咱们太子殿下而来 我仁安乐 是来当太子妃的 好 来来来来 殿下 你说那日狩猎宴上 都是有头有脸的日 是谁罢这种事往来说 里面可有个肆无忌惮的草莽英雄 你说的是仁安乐本尊 那他这么做 是图什么呢 宣 仁安乐 安乐咋 仁安乐 参见陛下 跪下 跪下 敢这么盯着朕看的 你还是头一个 见到陛下我才明白 太子殿下是原和荣冠中原的 太子殿下很英俊 但是小女也不赖啊 陛下 您觉得我跟太子殿下可还相配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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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贼人 你想穿过打劫 是在下动作不妥 累得姑娘误会 我 我见姑娘衣衫单薄睡于此处 恐你着凉 并无他意 并无他意 为何还鬼鬼祟祟 我方才已经解释过了 男女有别 还请姑娘自重 公子嫉妒不凡 姑娘没有在 还不能夸你一句了 知道我错怪你了 你是个好人 无妨 大当家救了我 于公于私 于公于私 我都敢说声谢谢 只是太子妃 我已有婚约 救命之恩只说一句谢谢 太子殿下 你太会狂人了吧 你 他当家想要什么 我寒夜定期尽所能 大当家想要的是你这个人 行了 好就这个给我当聘礼吧 对不住我早已说过 太子妃之位乃皇祖父为我钦定 非他不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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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怕我以三万水师作为聘礼 太子殿下也不动心 他当家心怀大义 助我大净驱除外贼 你有如此本领当为将才 若你愿意 我可以向朝廷许见你 太子殿下 我想要的是你这个人 不是你家的官 我仁安乐就太子殿下 我俩共度一夜 太子殿下以他的宝物作为聘礼 我以三万水师求取太子妃之位 太子殿下 多谢一言九鼎 不可反悔 仁安乐 我何时答应你了 你答不答应不重要 重要的是已经人尽皆知了 好 太子殿下